為了要讓平安地區鄉親可以享受到方便的公共運輸博物 港議館政府配合高通報廣路總局推動在幸福巴士的英文界位 在阿里山的鄉公所來寄行到通車店內 高通報長臨家梁共町 高通報集結來推動在幸福巴士訴求歡迎的公車 利用到彈性排班 這是意欲作成的方式 提供到平安地區民眾可以有方便的公共運輸博物 31日在阿里山鄉公所來寄辦幸福巴士英文界位通車店內 高通報長臨家梁共町 官長翁張良 阿里山鄉長度力傳 亦有官議員 吳青山以及都位鄉民代表 作為來為幸福巴士現象祝福 要寄行建篩 部落的分散 再加上道路比較崎嶇 用這樣子的一種比較屬於小型的幸福巴士 就可以服務我們的鄉親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交通部重點要擴大推動 以公共運輸來講 過去常常是以供給為主 都是走主要的人多的路線 我們現在強調人本交通 所以就以需求為導向 嘉義線是一個可以說一個我們重點推動的一個示範地區 已經目前南山村有這個幸福巴士路線 這是再加上北俄村 阿里山鄉面積好玩了看 部落分散在的沉沙 其面外出 也是部落基幹 欠缺到公共運輸的貨物 來結集中央 以及鳳山地区一直都沒有共車來進入 為了改善平衡交通的狀況 管轟和工作 向公路總局來進出 阿里山鄉幸福巴士教會 幾歲出 九度到鳳山 兩米到第三 兩條路線 每個禮拜 五五 六 禮拜來行事 九度鳳山山山是每日四班 兩米第三山山是每日六班 原路要固定的站位 為了方便鄉親搭乘 提供 隨舊隨船的貨物 兩行福巴士 貨物 建家完成 那每次在議會的時候 很多議員都提出來 哪些地方應該要進去 哪些地方有需求 但是站在很多的這種所謂的路線的車子的大小 包括很多的成本的考量 確實在我們這種窮線會變成利有未待 那這次非常感謝我們交通部長林佳龍 特別這麼細心的 那能夠把這個利有未待 把它補足起來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車子 實際上它輕巧 而且它一夜式 那方便 所以它可以跟主要的路線做結合 阿里山鄉公所為兩價位順利 管府以及立委譚民文 向高通部針出269萬塊 鄉公所配合框是59萬 作為買車英文補貼的經費 另外鄉公所可能到露山 大部分是山路的道路 為了提供優質 搭穿服務 以及厚色英文的成本 因此來買到兩台八人做的客車 協助推動阿里山鄉兩條幸福馬數的路線 提供偏萬地区 鄉親的出力便利 這次是我們創民黨 阿里山鄉採用不得 旺TV行動客服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電子帳單 發票及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以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最聰明 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 旺TV